嗨 各位 许都没有错 今天是这个丼饭的吃播 那我今天总共买了三个 分别是这个樱桃鸭胸丼 葱花鲑鱼丼 还有小范利贝丼 那它每一个呢都是100块钱 我个人觉得是相当的划算 那这些呢也都是在这个长鲜买的 我个人觉得长鲜就是好看便宜又好吃 而且我觉得它每一个都很精致 感觉起来就是不止100块的价值 但是它就只要100块 相当的棒 OK 那就这样 有点饿 那我就开始了 先从这个葱花鲑鱼丼吃起 两位先请下去 葱花鲑鱼丼 相当之漂亮 太完美了 哇 这个饭量好多喔 挖个一尺漂亮一点 尴尬 挖到米而已 OK 有蛋丝 有鲑鱼卵 还有鲑鱼 试一下 我发现我个人比较喜欢吃这种碎掉的 是鲑鱼啦 刚才讲错了 我发现我个人比较喜欢吃这种碎肉鲑鱼 那一整块的视频片我就觉得还好 我觉得鲑鱼泥真的是好吃 又淡淡的 它不像鲑鱼有那种比较强烈的味道 所以这种碎碎的泥淡淡的味道我觉得还不错 嗯 这样一百块我觉得真的划算 鲑鱼真的很爽耶 好吃好吃 我要给大家看 而且我觉得它的饭量也是够的 嗯 虽然它最上面那一层就是薄薄的 但是我觉得鲑鱼算很实在了 哇 有点呛 搅拌一下好不好 走一个散寿司的感觉 你得吃一吃之前你也可以先搅拌了 再搅拌一下 完美的这个散寿司呢 就出来了 OK 我真的不太会拿捏这个 哇沙比的这样 我真的太酱了 嗯 真的是很好吃 不管是口感啊 味道 嗯 我觉得尝鲑很厉害的是他们家的这个 丼饭它都做得很漂亮 所以就是很想买 然后贴在上面那个价钱标签也不贵 就更想买 OK 算了啦 那下一个呢也是吃海鲜的 这个是小番粒被动 我觉得它要掉很多 它番粒被动有二四六八十十二 然后旁边还有一些腌制的萝卜 一颗温泉蛋 还有这个不知道什么菜 还有点小虾子 一百块 哇塞 想要吃花酸 先来直接挖一口好了 因为它看起来有点酱油了 冰花虾沾番粒被 这个虾子的调味很好 绿绿的咖喱味 反而那个番粒被吃起来就 没什么特别的味道 这个虾子调味的很不错 好吃 再来吃一点菜 要加一点酱 再来一口 各位观众这一口厉害了 好几颗被 有点大感觉不太好入口 成功 这个被呢它确实还是薄了一点 所以口感有点折扣 还是值得的 温泉蛋是觉得是稳的 你看还有半颗在那个牙胸洞里 萝卜 萝卜 吃一下 酸酸脆脆的 刚刚好 就是要有这种味道不同的感觉才好 嗯 相当的一个抢 要看这个木耀家民俗九份片 相当的好看 就吃完一个了 再来是今天的 算是主角 樱桃鸭胸洞 上面呢有一些这个店主的杏鲍菇 还有相当多片的鸭胸肉 及一颗温泉蛋 太棒了 中间还有两颗的范利贝 好不好 范利贝无所不在 先吃一杯 这个反而比较扎实一点 感觉有点像不同类的 米饭 然后一口店主杏猫菇 都是平的东西但是就是好吃 嗯 来试一下这个鸭胸肉 哦 鸭胸肉其实不少见啊 吃一下 它的那个口感 还有熏的味道 都是OK的 其实重点是它的调味 那口感都是差不多 再来一匙这个杏鲍菇 然后两片鸭肉 一点饭 不得了 哎 好搭哦 这个杏鲍菇跟鸭肉 太搭了这个 不过我的米饭好像吃的有点多 整整三万 要趁这个回金门前再吃一点 金门吃不到的东西 不过回金门可能要开始慢慢的减肥 其实也不用说减肥 其实回金门就是自然就会瘦了 因为只要开学 其实自然而然就会吃少一点 不然我现在这次暑假感觉真的有点肥 我都没有量体重 因为我们家体重机电池没电了 但是我一直都没有去买 可是我很明显的感觉到 我穿衣服的时候 那个紧绷的程度变了 像我这件 上面不要看的T恤 放暑假前还是穿的很OK 现在真的是有点沉 不要我现在几公斤呢 我觉得这个T恤真的是好穿 可是我买2L的 可是穿起来是有点紧绷 太奇怪了 我有压松 它最上面一整皮的调味很棒 有些胡椒啊花椒 所以配饭我觉得很棒 脚都麻掉 我再来吃我下一颗 很甜蛋 OK要吃完了 最后一口 完食 OK 吃饱了 我觉得它的品质跟它的价格 我觉得有一个落差 我觉得品质是很棒的 但是价格只要100块 而且卖一样 我觉得真的是漂亮 所以呢总体而言我觉得很满意啦 最好吃的 葱花鲑鱼丼 我觉得最好吃 不仅是口感还有味道 尽管它最上面只有一层薄薄的鲑鱼泥 还有一些鱼卵 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 跟下面那些很厚的饭配起来就是非常的绝配 你只需要薄薄的一层鲑鱼泥 那零点酱油 哇那吃下去 很爽很棒 给我的感觉就是说 100块能够吃到那样 我觉得真的很超值很划算 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试一下 OK那就这样啦 感谢各位 那我们就下面影片见 拜拜